我選擇MSOE 米爾瓦基工程學院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所在美國中西部非常有名的工程學院 很多公司都知道它的名字 然後它又是一個非常小的學校 這就意味著你會在學校裡面得到很多的重視 很多關注 你會得到很多很好的就業機會 另外我還來找到它的一些數據 說明它的你畢業以後的工作 找工作的機率也達到95% 是非常高的 它有很多的實習機會 大概有85%的同學都可以在學校裡面找到實習機會 這些我覺得都是非常誘人的條件對我來說 也是我選擇MSOE 的主要原因 MSOE 也有非常多的資源來幫助你成功 比如說最多的資源我利用的就是學校的一個叫 LRC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 它是學習的幫助你可以幫你修改你的你的Paper你的論文 或者你有什麼數理化方面不懂的問題呢你可以去問它們 它們有很多就是學生的助教Tutors 它們會幫助你來解決很難解答問題 這些都是學生 所以你覺得一點都沒有障礙來跟它們交流溝通 這是我經常用的 而且這是全部是免費的 你可以時間也非常充裕 你就可以一過去它們就可以幫你解答問題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 另外一方面學校裡還有Kern Center 是學校的體育廠 體育室 這裡的設備是非常完善 如果你是體育愛好者的話想繼續鍛鍊身體 我強烈建議你每天都可以去 它早上六點多鐘就開始開門了 所以在那裡有空調 設備非常齊全 所以MSOE 會給你提供一個很好的環境 讓你覺得你不僅你的學習成績體有所提高 對你的身體健康以及全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我是一個護士專業的學生 雖然我是一個護士專業的學生 但是我有很多同學他們都是工程專業的 那我也經常聽到他們來跟我談論起 MSOE 的工程專業 我覺得他們經常跟我提起就是 MSOE 可以給你很多的實習機會 因為MSOE 跟很多的公司都非常有很多關聯 他們會要給你寫推薦信啊 建議你去那些公司去實習 所以等到你畢業你已經可以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關係網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能通過學校來達到 來了解這些公司 來自我推薦 我覺得MSOE 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敲量作用 另外呢 我有很多同學他們有是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叫做生化工程 那麼他們畢業的時候呢 都要交易一項畢業項目 那麼他們就要很多同學大家要做一個 Team Work 就是很多同學大家一起在一起 一起要設計出一個醫學方面的設備 然後我去看他們的設備展覽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大開眼見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他們四年裡面學到很多很多知識 那麼其他工程專業有像建築專業 他們會積極參與一些很多全美國性的一些建築比賽項目 而且獲得很好的名次 另外 MSOE 還有很好的 Compute Engineering 電腦工程軟件項目 那麼他們會有讓你領略到很多 在工程方面最領先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 MSOE 在工程專業方面 的確是有很紮實的基礎 另外還有給你擴展你的關係網 MSOE 的畢業生他們非常容易得到工作 因為他們會得到大量的實習機會 大約有85%的同學在校學生 他們會去實習 另外 MSOE 提供很多的那種 跟公司有很多的關係網絡 所以得到實習機會是非常容易的 MSOE 的平均 剛剛畢業生的平均收入達到5300 所以是非常可觀的 另外他的工作就業機會也是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業機率就會高 還有大量的實習機會 讓你的畢業前景非常可觀 另外這些都是歸功於 我覺得在校期間你得到很多的實習機會 另外還有大量實驗 讓你知道怎麼操作 怎麼實習操作 你不僅是從課本上面學到知識 你自己實習操作 會讓你的知識更加牢固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讓你一畢業以後 踏入工作崗位 你不會覺得成黃成孔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些都是非常好 我覺得這些都是在大學校裡面體驗不到的經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